988新闻线 最近的这传播力最强的XE变种病毒是入侵到了邻国泰国 这样的一个情况就进一步引发国人的担忧 不过对此呢卫生部长凯里他就说到 我国是没有通报发现任何XE新变种病毒的病例 而卫生部那边就正在跟进其他国家 包括泰国那一边通报这个XE变种病毒的特征啊 还有情况 同时也是会去观察说他的这个感染率 还有病发的这个严重性 以便可以采取一个适时的应对方式 那凯里有说目前国内的这个冠病感染率是开始稳定了 所以卫生部呢 现在重点关注的部分是长期冠病病患 希望可以提高他们整个康复的治理 因为很多人就说他们中了这COVID之后啊 有很多喉咙痛啊之类的就一直没办法康复 现在政府就要专注这部分 那再加上世界卫生组织之前其实有警告了 大家也是现在在关注这个XE的变种病毒 它其实就是Omicron VA1和VA2的混合株 传染率比其他冠病变种病毒更强 所以卫生部当局也是开始去留意这个情况了 避免如果真的不乐观的话 那我们可能随时又要调整这个防疫措施 那另外针对最近备受争议的这个麦斯加特的课题呢 凯里是有强调这个应用程式和数据库呢 是卫生部所拥有的 所有的数据都是安全 而伺服系也是设在马来西亚 没有任何不可告人的秘密 他强调MYSJ公司呢 对麦斯加特的系统所引起的这个诉讼争议案件 其实跟卫生部是没有关系的 卫生部现在还是拥有这个麦斯加特的数据和应用程式的模块 那他就有想到还是理解人民担心 麦斯加特数据库的安全性 但是呢他就说到这个应用程式真的很重要 我们需要用它来应对整个疫情啊 处理接种的疫苗 还有就是要进行线上冠病评估中心的监督等等 所以有很多方讯在里面的 那说回来我过了这一个冠病疫情的情况 单日确诊病例已经连续四天下降 真的是可以稍微开心一点点 但是依然要保持谨慎 因为昨天新增10,02宗的这一个确诊病例 看到雪州依然是新增病例最多的有5791宗 那排在第二其实就已经是去到三位数 算是算很大的改进了 第二和第三分别就是森美兰州有586宗 还有第三的柔佛州489宗的 那病例下降当然是好消息 接下来这则也一样是good news啊 首相伊斯麦莎贝里宣布 所有556级别和以下的公务员 将可以获得500令吉开斋节特别援助金 那已经退休的公务员则可以获得250令吉 他就说这一笔开斋节的特别援助金 受贿的对象呢就包括说 合约临时兼职和在短期雇佣计划之下 受聘雇的公务员 援助金则会在这个月的25号 跟4月份的这个薪金一起发出去 那4月25号之后就可以检查一下了 那另外较早前呢 政府不是有拨款说 有4亿5000万令吉来采购平板电脑 就希望可以分发给这个B40的低收入群体 但是就在这一批平板电脑的照片曝光之后 网上马上掀起就是铺天盖地的批评声浪 就很多人就觉得说 这到底是不是什么牌子啊 这个品质上面各种问题 先说一下这个照片了 是因为通讯及多媒体部长安努耀 他就在推特发文 然后附上三张照片 就显示政府呢 会提供平板电脑 还有这一个触屏笔 那他有写到说 该部正在开设一个 大马一家大专生 网上的这个设备官网 预料可以在这个月15号 就公开让B40的大专生去宣请 但是这个铁文就没有进一步 去透露平板电脑的型号 还有其他详情 就依据那个照片 看起来很多人就很担心 网民呢 是纷纷留言说 去质疑这个平板电脑的品质 还有品牌的 就要求安努亚穆莎说 公布这些平板电脑的规格 和采购的详情 也不只是网民 看到穆大的副主席林伟杰 还有公正党新山区国会议员 阿克玛呢 也是有要求政府 要透明去处理 公开整个采购的细节的 是呢 在网民讨论之后 安努亚穆莎 接受新周日报 电话访问的时候有透露 其实他发的那个铁文中的照片 只是一个示意图 Sample OK 不是真正采购的平板 或者是手提电脑 而采购的事项呢 会由通讯集中媒体部 和财政部那边去处理 至于那个采购的品牌啊 等等的问题 他说这接下来就先由 财政部那边完成吧 大家才会知道的 OK 那今天我们来关注 这个是第二段会 跟大家聊的课题 因为现在西蒙和纳吉 就为这个收购四条大道的课题呢 这个到底谁的功劳 有了这个交锋 你认为 如果你想知道 是谁的功劳的话 就选择love 如果其实你根本不在乎 是谁的功劳 就选择哈哈吧 像呢 昨天有跟大家说 一个算是非常好的消息了 就是雪龙的四条大道 不会调涨过路费嘛 不调涨过路费 不涨价已经是很好的消息 而且这个不调涨 是会一直到 特许经营权结束 而今天西蒙的主席理事会 就声称 其实这个是延续西蒙政策的成果啊 同时他们就要求政府提供 过路费的折扣 也要交代重组公司 ALR的这个背景 西蒙四党说 2019年的10月 内阁已经是决定要接管 这些大道 所以现在政府 只是宣布了他们的结果 而西蒙还说 这证明 如果西蒙能够执政超过22个月 而且喜来登行动 没有发生的话 那么各项利民政策 都可以逐步的落实 而西蒙也有举例啊 他们曾经在2020年就宣布调低 南北大道过路费18% 那也计划在刚刚啊 这个昨天首相公布的 这四条大道那边提供 30%的过路费折扣 以及每一天16小时的免费优惠 不过西蒙这样子说了之后啊 牵手叫纳吉就马上批评 他们是在抢功劳 纳吉表示 政府同意重组八升股的 四家大道特许经营公司 是跟西蒙政策是不一样的 就质问西蒙 你们以为马来西亚人民这么善望吗 那他有解释最大的不同 就是在于这个特许经营权的 这个期限结束之后呢 西蒙政府是计划要收取拥堵费 一直到天长地久 这是纳吉讲的 那他还提出西蒙会把这个 南北大道公司的持有大道特许合约 从18年延长到38年 也就是说从原本的2038年 延长到2058年 那现在我们就撇开谁的功劳不说了 你们要说就去新闻线的帖子 现在问的帖子那边 我们来了解一下 这个收购这四条大道的 人民大道信托公司ALR 到底是什么 因为昨天首相公布之后 还有工程部长说了之后呢 很多人一头雾水 那有看到当今大马整理报道 其中呢 金物达格木达昨天就把这个 在文告当中把ALR 形容为一家非盈利公司 而且获得政府的委托 接管水龙地区的四条大道 最终就会把这四条大道 挥还给政府 根据ALR的这个网站呢 它就属于控股公司 设立于2021年的12月 唯一目的就是要掌握大道的 特许权的业务 那一般来说 非盈利公司就代表着 这些股东他们不会拿股权的红利嘛 不过呢 这些股东就可以透过担任董事 或者是管理人员领取薪金 而这些薪金就会被视为是 营运的成本 那接下来我们要聊一下 ALR要怎么样去接管这个大道呢 ALR就有说 它未来所赚取的这些收入 全都会用来承担大道营运的成本 以及支付接管大道所产生的债务 一旦把这个债务给还清了 那ALR就会把四条大道交回给政府了 那政府的这项政策 跟前朝西蒙政府的方案 有些什么样的不一样呢 工程部高级部长法迪拉 他就表示 西蒙政府方案是由政府本身 来接管设计的四条大道 这样子的话 必须花费纳税人的60亿令吉 而西蒙政府在2019年宣布 要收回四条大道的时候就说 会透过发行债券的方式来直接募资 但是法迪拉就声称 政府现在通过这个新的方式 是一分钱都不需要花的了 那关注了这一个大道课题之后 我们接下来就了解一下 反跳槽的这个进展 也是大家关注的 因为西蒙四党的党魁今天就跟首相伊斯曼沙比里见面 他们声称首相已经承诺下个星期在国会下议院召开的特别会议会提成反跳槽修宪法案 而且是不会有变卦 而且沙比里他还就是有对西蒙的这些党魁们说啊 已经向全体国会议员发出11号召开特别会议的通告 所以看起来一切是不会改变的了 对说到这个跳槽其实是西蒙心里的一根刺啊 那他们其实今天啊 有看到这个公正党的前副主席拉斐兹 还有一个警示的 他觉得西蒙要珍惜华裔选民啊 他在接受这个新州百革的访问的时候有说 如果西蒙以为只需要想方设法去争取马来票就可以 以为华裔选民一定支持西蒙这就错了 他说尽管华裔选民没有大转向支持国政或国盟 可是如果西蒙不懂得珍惜华裔选民 那华裔选民还是会杯葛选举 所以他就特别提醒西蒙要小心 那另外呢公正党的这个党选也快到了 拉斐兹这一次他就会去角逐树里主席职位 而目前已经知道的对手是现任的总秘书赛夫丁 那拉斐兹就有在这个百革的节目当中说到 两人只是在这个大选的策略方面有不一样 选后呢他说不会有背叛公正党的事情发生的 他也说到这一次的党选真的很重要 即将就是会决定大选的策略走向 而且这一次没有阿兹敏 拉斐兹就认为阿兹敏只是为了夺权 所以现在的公正党是比较好的 毕竟过去在公正党就像是支持两个政党 这样子阿兹敏派在所有的事情上面都扯后腿 那他还说这一次党选上面没有像上次那样的吵杂 党选之后呢无论是结果怎样 相信是没有人会背叛整个党的 那不知道公正党党选之后呢 会不会给整个国内的反对党 带来一些新的想法 那有在这个行动党秘书长陆兆福的眼中当中呢 他觉得其实西蒙看来是难以复制 2013年和2018年的反对党团结景象了 陆兆福在接受透视大马访问的时候说 从过去几场州选举的成绩一目了然 团结就是他们其中一个致命的因素 另外呢公正党在这个柔佛选举时 坚持用自家蓝眼的旗帜上阵嘛 那陆兆福就认为 不是他当时这个说法就是西蒙标志包袱太多 结果只竞选27赢得一席 那对这样的一个情况 陆兆福他现在接受访问的时候是直言 西蒙是否使用相同的标志 其实不是一个关键的问题 可是不选用相同的标志 就会给选民有一种西蒙不团结的印象 那当时透视大马的记者就有提问到说 在过去几场选举当中 西蒙如常的一直去攻击前首相纳奇 这样的一个贪污行为 是不是就是感觉上在竞选的策略上 已经一筹莫展了 对此陆兆福他有说 西蒙确实是需要在来界大选 重新制定这个竞选的策略 而且是要专注在为国家和人民 创造美好的未来 西蒙也是必须要去改革 让人们就是可以耳目一新的 只不过他也是有表明 即使改变竞选的策略 西蒙还是要一直跟人民提起 这个纳奇涉及的一马公司丑闻 这是为了这个行政改革 因为唯有啊 一直就是禁止一个人的 这个独揽大选这样的一个情况 才可以避免一马公司丑闻重演 好既然我们提到了纳奇 我们今天来说一说 涉滩的这个纳奇的妻子 罗斯玛 那高婷是有责定5月12号过堂 来决定罗斯玛被指控 涉及沙拉越学校太阳能工程 贪污案件的下判日期 高婷的是在这个今天呢 决定4月22号 就让控方入柄成辞 而辩方需要在5月12号或之前 杜柄回复控方的陈词 OK说过了这个纳奇 说过了罗斯玛 我们来关注一下印尼帮佣的课题 是最近我国和印尼就已经签署了 谅解备忘录 那两国的联合工作小组 接下来每三个月就会检讨 雇佣印尼家庭帮佣的成本结构 确保这个符合当前的需求 这也是可以考虑到说 就是这一个结构的成本 在检讨的过程当中会考虑 交通费用啊 还有健康检测成本的变化的 人力资源部长沙拉瓦南 他就说啊 两国签署帮佣谅解备忘录 已经同意这件事情 他还表示呢 备忘录是改进之前备忘录的内容 他表示啊 这个新备忘录可以解决之前的问题 通过每三个月检讨成本 就预料这个雇主 可以节省2000到3000令吉 因为印尼帮佣不需要再隔离 除非是他们来到马来西亚检测的时候 确诊冠病 那看来这个印尼帮佣课题 两国就有协议了 我们有共识了 可是关于我国 之前不是有提议吗 我们首相伊斯曼莎比就说 要把这个马来语列为 东盟组织的第二官方用语 这个提议双方就有分歧了 来自这个印尼的罗盘报网 就引述印尼教育文化部长 纳迪姆的话就说到 印尼语其实更适合作为 东盟国的主要官方用语 他说东南亚一带最常使用的是印尼语 而且他们使用率 是遍布全球超过47个国家的 不过他说 既然大马提出这样一个建议 OK啦 我们东盟还是可以去仔细的研究 跟探讨一下 但是看起来他好像是拒绝了 我们的提议了 其实说到马来西亚语跟马来语 跟印尼语多大的分别呢 根据资料来看 马来语跟印尼语是源出同一种语文的 马来语其实也不是指马来西亚的国语而已 实际上马来语也是新加坡 还有文莱的官方语言 其实马来语是属于马来波利尼亚语系 就是巴哈萨马来语波利尼西亚 使用者除了马来西亚 新加坡和文莱之外 也分布在菲律宾 泰国南部 柬埔寨 越南 澳洲科克斯岛 非洲南部等等的国家 所以很多地方的人有在使用的 根据全世界语言使用数据统计 世界上使用马来语的人数 已经超过三亿人 不过随着印尼独立之后 就把他们使用的马来语改为印尼语 就是巴哈萨印度尼西亚 而且成为了他们的国语 如果双方使用这个标准语文巴库的话 马来话和印尼话的差异 其实就比较小了 只是因为这个地域 还有那个方言不一样 就好像华语其实不同地方 或者是我们讲的福建话 不同地方还少许的不一样了 是再加上这个对外来语的吸收 多年来其实马来语在印尼语的整个腔调 词汇啊字译啊 还有惯用语都有不同的地方 加上国家和国族的认同差异 其实也使到这个本是同根生的语文 现在好像就变成了两种语文 那接下来就不懂会怎样哦 我们会不会成功呢 把这个马来语变成 东盟国的这个第二官方用语呢 等等看其他国家有没有相关的回应了 可能希望新加坡也支持一下 文莱也支持一下 好了今天到底这个西蒙跟纳吉 为了收购四大道的课题功劳论交锋 你认为谁的功劳还是你不在乎 你应该猜得到这个 我觉得大家应该是不在乎的了 对 百分之八十的 新闻线朋友是投选了 才不在乎到底是谁的功劳 因为百分之二十的人 还是想知道到底是谁的功劳的 OK 谢谢大家参与今天的投选 想看留言的话 可以去酒吧吧的官方脸书那边 我是冠贤 我是湘君